歡迎來到實踐純藝術這個channel I am Lawrence 這個channel是講由某一個藝術生態的角落去看 去講去理解這個他見到的藝術世界 各位好 今集實踐純藝術講的主題是 五年後再講 五年後再講這句話 可以說是不者接觸純藝術期間 久不久就會聽到的一句話 也可以說是一個心理關口 為什麼會有這個說法呢 這個說法在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什麼人會說這句話呢 對象會是什麼人呢 將這些問題的回應加起來 會是一個有趣的組合 在修讀純藝術課程期間 認識了不少前輩 聊天的時間 會有一些想法 方向 目標 或者是計劃 在這些時候 個別的前輩就會笑著這樣說 五年後再說吧 他們沒有惡意的 他們絕對沒有惡意 而且是帶有關心這樣 去講出這句話 他們那時也沒有解釋這句的意思 好像是要自行理解或者是參透 十年後的今天 開始理解到這句話的可能性 因為這句話當中 帶有多重意思和含疑 由個人層面以至他人層面都有 個人層面上 可以理解為對藝術創作上的堅持 持續地在藝術工作上發展 因為這件事關聯到 學期後的熱誠 或者是在瘋狂都被冷卻之後 仍然能夠持續地創作 就依靠堅持信念理想等等 這樣才可以在藝術上面繼續工作 也可以理解在個人層面上的自我交代 而在其他人層面上 當中包含了一種認同 是對創作上堅持的認同 雖然每年各大院校都有大量純藝術的畢業生 但是持續創作的角度來看 流失率其實是不小的 能夠持續地創作並發表作品 總會帶有欣賞的元素 因為在純藝術的世界裏面 能夠持續地創作 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前輩們的毅力實在令人佩服 由於純藝術的工作 並不是一件善於賺錢的工具 在純藝術的工作裏面 往往都是蝕本生意 雖然這樣說太現實了 但是我們就是活在一個現實世界裏面 能夠在五年後的時間持續創作 一定是有所得著 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而得到什麼的指向是有很多方面 可以在物質上或者是精神上 但這一點必定是因人而異 而且只有當事人知道就足夠了 能夠持續地在純藝術裏面進行創作五年 基本在創作條件上已經到了平穩期 不論是軟件或者硬件的配套上面都已經做好準備 軟件指的是心態上的成熟 創作的方向、自我的要求 以至要面對非創作的壓力等等 而硬件所指的是創作的空間 不論是實體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工作室 都已經運作了一段時間並且成熟 所以五年後再講是一個客觀的分析 而得出來的結果 再者用這一段時間來冷卻一下畢業期的熱情 以時間來沉澱 看到的畫面可能會更加清潔 而且在眾多的畢業生裏面 估計能夠持續這樣去創作 並進行發表作品的流失率不低 所以五年後才是真正踏入純藝術創作道路的第一步 或者筆者最後就借用哈姆雷特裏面一句名言 作為本文的結尾 To be or not to be 這集去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原文放在資訊欄有興趣可以看看 下一集會繼續另外一個純藝術的主題 剛聽又有興趣的話請訂閱這個頻道 好 拜拜